这个地方有一个聚集安全性 预设的话应该是停用所有聚集 但是会怎么样 事先通知这个是预设的 也就是说你都没改的话 那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的 呃 档案里面有VBA的话 那他一定会通知你 你一定要按允许 他才会启动 但是有的同学 有的时候忘了把他启动了 忘了启动他然后再去做后续的事情 就会发生什么 同学刚才有拿一个就是跳出一个视窗跟你讲说 你的聚集已经被暂停了 那这时候怎么办 几个方法 关掉重开 按一下启用就可以 再不然呢如果你以后不希望出现那个讯息你干脆这样 启用所有聚集 这样子 就不会再提醒你 那有VBA也就会自动执行 但是 他这边有瓜糊 不建议使用 会有潜在的危险程式吗 也就是有聚集病毒啦 不过现在好像应该已经很少了 我很少现在很少遇到什么所谓的聚集病毒 很早期以前有 但是 应该已经差不多绝机了吧 不过如果说今天 假如说你在练习的时候 你干脆就把 你如果担心说 会有刚刚那个问题 你干脆就启用算了 OK 要不然的话就是假设我今天是停用 你应该会跳出这个讯息 就是打开来 他应该会跳出什么 有没有 这个 已经警告了 那你必须怎么样 启用这个内容 按确定 这样子你才会执行 如果你不 启用啊 很抱歉 不能OK 所以这点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还蛮多人 会有遇到类似的状况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稍微 补充说明一下 那刚刚的那个问题 比如说第1个 我们来看一下老人 这个也是一样 有没有 那你如果很讨厌 像我的几乎没跳 为什么 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我 因为这边反正我们上课 上课只是练习 所以你干脆以后 不要那么找麻烦 你干脆讲 按这个好了 按确定 那反正这边的电脑 到时候会重灌嘛 如果你不小心 真的中毒了 我倒还很想看 现在有什么聚集病毒 好像很少 因为我 一般 像人家中毒了之后 我 别人第一个反应是很紧张 我第一个反应是 赶快把他抓起来 把他存起来 把他备份起来 然后我来研究一下 到底这个病毒 他 怎么去 发出我的途径 然后会造成什么样的麻烦 那这个当然也有助于我去把他解毒的 怎么样去把这个毒给解掉 所以如果你们需要有病毒的话 可以找我 我可以寄给你 那你 当然如果中毒了你就不要 其实病毒是有一定的流程嘛 所以像之前有很多 聚集病毒 不是聚集病毒 随身碟病毒 只要你 随身碟一叉 你如果那有随身碟病毒的话 那台电脑就中毒了 那下一台 下一个人呢 如果他再插他的随身碟下去 他的随身碟也病毒 又有病毒了 可是一般人不知道 所以回家之后 再插 加一个电脑 加一个病 也中了 然后呢 可能你家的人又使用那个电脑 又插随身碟 又全中了 所以你会发现 那蔓延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怎么办呢 当然 就是需要 知道说他怎么会感染 那怎么样防止 继续感染 这也当然 如果你感染了 你怎么办 要怎么解决 不过一般人都是把它重灌 不过重灌 毕竟不是 上上策 用什么方式不要重灌 又可以 把它 毒给拿掉 这个当然 不过这个不是在我们讨论的 范围内 主要因为刚刚有聚集病毒 那这个所以顺便讲一下 特别主要是在开发人里面的 聚集安全性 这里面可以去改一下 OK 接下来我们年龄部分 特别主要今天日期怎么抓 插入函数 用日期 时间嘛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今天 今天就today 所以顾名是today 有没有参数 没有 按确定 再确定 自动出来 不过因为我这个格子里面 已经有储存格格式 制定过 是用那个 就是民国年 所以如果你要改单也可以来 105年3月8号 那年龄怎么计算 特别注意 以前的话是用义尔函数去算那个 年的部分 用这个年 去减 这个年 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他 还没有满的话怎么办 月跟日 如果他还没有满 比如说3月8号他可能时间还没过像这个 8月1号 就不能算一岁 所以怎么办呢 特别注意 以后如果你要算精确年龄 记得 插入函数里面 日期与时间函数里面 没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函数 但是呢 有一个 没有在这个清单里面 但是他也是 算是隐藏版的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 那个函数很特别 他没有加到清单 但是可以使用 可是变成你要用手打的 那我查了一下 基本上那个函数 因为有专利的问题 所以他没有办法直接加到清单 那可是怎么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函数非常重要 你不能用插入函数 但是你要自己打 他那个函数叫 DATEDATE 加DIF DATEDATE 钱瓜胡 那你需要三个参数 第1个参数的话 叫做 比较前面的日期 比较前面日期 那就是生日 逗点 比较后面的日期 那就是今天日期 你两个比 这个应该比较前面 比较后面的日期 先前面 再后面 逗点 比什么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话 它有 Y M D 如果你要比 相差几岁的话 那记得这种Y Y就是year Mmonth Day 因为要比的是 几岁 所以是打一个 Y 记得Y的前后 一定要有双以后 打完之后的话 请你打勾 OK 黏0就出来了 往下填满 这个地方 那还需要做什么 因为向下填满 这个位置不能变 所以怎么样呢 记得把这个 F2 固定下来 不过其实 按F4 是两个都锁了 我讲过 其实你只要锁什么 锁2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我向下填满 2会一直增加 2变3变4变5 这个是 自动填满的一个规则 那所以你要把它固定下来的话 变成绝对在那边的话 那你只要把2 前面锁起来打勾 下下填满 这样就完成了 OK 那这个都应该年纪都很大了 你会发现现在 老人化越来越严重 白天的时候 你出去应该他们都是遇到 年长者很多 反而现在小孩子很少 小孩子算是饱了 而且现在好像年轻人 不太敢生小孩 生一个就吓死了 以前是 自己就长大了 现在是 爸爸妈妈 就要顾在旁边 那 我看生一个就 就累了 所以 好 这个 接下来就是年龄 我们 如果会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 大于等于70 而且要住在 台北市 或者是 新北市 那变成说你的逻辑有三个 台北市 或 新北市 那这个逻辑该怎么下汇就简单 插乱数 一样是找到逻辑 那逻辑一定是第一个 我们逻辑判断 这一个 所以你用两个 而且都要成立and 刀链 这个必须大于等于70 逗点第二个 那第二个的话 是台北市 或新北市 所以你逻辑要怎么样 再到里面加个偶尔 再一个刮胡 就是and里面要偶尔啦 不过 这个好像太复杂了 干脆用另外一个函数 用 台北市 新北市 有共通点吗 就是右边呢 两个字 都是叫北市嘛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用right 这样会比较接 用字串 right 刮胡 打一个right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值 逗点 后面两个字 如果等于 等于什么北市两个字 那表示怎么样 他就合格了 所以这样的话比较简单一些些 打一个北市 可以 这个地方自己打比较快 没几个字 然后后面记得有前刮胡 接远后刮胡 加一下 好 这样逻辑应该OK啦 那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想说老师那我这边不用right 我用偶尔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反正偶尔然后刮胡 两个打上去 就是那个储存格 等于台北市 豆点 那个储存格 等于新北市 也OK 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是 这个 两个都为处的时候 那表示什么呢 符合条件 反之就是不符合条件 所以 符合条件 反之就是不符合条件 反之就是不符合条件 怎么样的结果 那同样的方法 这边有VBA 也有制定函数 所以 这个我想给各位当练习 如果 你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前面都有做过类似的 那你就稍微把它改一下 那答案的话 在云端上也都有了 所以 你们可以在这个 找一下 我们的云端白榜里面 这个同学刚刚有没有 有同学有登录 你看他 我刚刚有送个笑脸 他也对我 有没有回应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 如果你有登录过账号 这边也可以 那 这边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是 在这边 today 刚刚如果你 来不及记的话 daddy不在这里 我刚刚的程式 然后 第1个 这个是用and跟right 第2个是用偶尔 因为怕同学 可能少一个瓜 或怎么样 你可以用这个 我参考一下 那如果要做按钮的话 是sub 好 另外的话 就是方权这边有了 方权部分的话 有用 两个条件的 也有用 范围的 这个两个部分 给各位参考 做完之后的话 同样的 你如果希望 将来可以变成一个 也许像 类似会员系统 一样 那这边那里 可以 再按右键 插入一个表单 1234 新增 不过会有个问题 户籍 这个户籍很妙 户籍的话 那你问题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说 有哪些户籍 所以第1个你需要户籍的 什么清单 但是户籍的清单 可能会变动 也许会增加 其他限制 说不一定 那如果说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要活的 增加 减少 这个地方怎么做 所以这个下拉清单 等一下可能会需要几个 第1个 如何产生这个清单 第2个 如何让这个清单 如果增加或减少 那这个表单里面的清单 也会增加 或减少 如果可以这样的话 那就太棒了吧 以后如果你有下拉清单 他会自己去抓某个范围的资料 帮你放过来 其实这个应用跟资料库 一模一样 其实资料库也是这样用的 以前我们在开发 只是差别是资料是放在资料库 那今天我们不是放资料库 我们是放Excel 也就是其实Excel就资料库啦 OK 所以怎么做 等一下再来看 好像这个应该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当然这些延伸性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可能讲到的是 刚好同学也有提到的 那应该是蛮符合目前 各位在实际上工作 会用到的 那 几乎大概能够顾虑到的 我想尽量就可以 可以把它顾虑 那你就可以 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对你工作效率提高 我想有一定的正面帮助 好 好 谢谢